金语成小说《繁花正文》第十二章一 陶陶回来,见芳妹独自落眼泪 陶陶说,又不开心了 芳妹说,潘静来过了 陶陶一下,外表冷静说,为啥 芳妹说,要我让位,要我离婚 陶陶说,乱话三千 芳妹说,潘静明讲了,跟陶陶 目前已经无法分开了 男女感情最重要,性关系,以后弥补 陶陶说,怪吧,有这种女人吧 芳妹说,我当时笑笑讲,骚女人,吃错药了 我老公陶陶,最讲究性关系 讲得难听点,潘静横到床上 是静还是骚,是哭还是叫 有啥奇才异能,有啥真功夫 陶陶根本不了解,就可以谈离婚结婚了 笑杀人了 潘静讲,这是私人事体,不跟外人讨论 我对潘静笑笑讲,骚皮,一厢情愿 潘静讲,两厢情愿 我讲,人心隔肚皮,讲到感情 我根本不管账,我有本事管紧老公 不到外面去偷去搞 现在理会,还有傻狗屁的感情可以谈 感情可以当饭吃吧 傻男女感情,阶级感情 全部不作数,只看实际行动 潘静笑笑不想 我讲,有本事,现在就跟陶陶搞呀 搞一趟两趟,讲起来是头脑发烫 一时糊涂,立场不坚定 潘静跟陶陶,能够搞到十趟潮上 搞过十几趟,搞出十几趟汉 搞脱一百根毛,有资格跟我谈其他 陶陶说,为啥一讲,就要讲稿 讲这种下作闲话 方妹说,女人跟女人,有啥客气的 男女不搞尸体,做相公对吧 陶陶不想 方妹说,姓潘的,是比我有文化 比我多一块肉,多一只胸部 陶陶说,不要烦了 人家,是碰到了天火烧 吃了一点惊吓,喜欢谈谈感情 一看就是老师女人 方妹说,哼,老师女人是重磅炸弹 炸起来房顶穿洞 陶陶说,老婆,要耐心讲吗 吵起来难听的 方妹说,我一直是笑咪咪 潘静也笑咪咪 我是等潘静离开 一个人想想,心里难过,大师讲得不错 桃花旺,桃花朵朵红,我哪能办 陶陶说,中骗子的屁话,一句不要听 方妹说,讲得准,我为啥不听 陶陶说,好了,一切是我不对,可以吧 方妹说,我现在开始,要做规矩了 事关潘静骚女人,样样事事 陶陶必须汇报 陶陶说,晓得 方妹说,我想想心里就恨 男人多少讨厌,真想买一把锁 据说日本有卖,专锁男人 早上锁,夜里开 陶陶说,有卖这种锁,就有万能钥匙卖 再讲了,男人锁出了器官毛病 失亏的总归是老婆 听了这句,方妹破涕微笑 拍陶陶一记说,死枪 到了第二天,潘静来电话 再次向陶陶道歉 陶陶讲北方话说,不必重复了 我理解 潘静讲北方话说,你总该说句安慰的话儿吧 陶陶说,我也要安慰呀 潘静柔声说,我可以安慰呀 陶陶说,我现在不愿听 真的,我很抱歉 潘静不想 陶陶谎和语气,讲讲天气冷热 潘静觉得无趣 应声几句,挂了电话 听到话筒里嗡嗡嗡的声音 陶陶晓得,总算过了一关 心里辛苦,叫了几声耶稣 礼拜五,陶陶报告 夜里有饭局 方妹说,酒记得少吃 早点回来,陶陶答应 饭局是护生通知 陶陶以前的朋友灵子请客 当年陶陶介绍护生做律师 帮灵子离了婚 因此相熟 灵子到日本多年 最近回上海 于市中心的进闲路 盘了一家小饭店 名叫夜东京 此刻的上海,一开间门面 里香挖低 内部有阁楼的小饭店 已经不多 殿堂照例掉一只电视 摆六七只小台子 每台做三四人生意 客人多 台板翻开做六人 客人再多 推出圆台面 罗斯壳里做到场 这天夜里 夜东京百大圆台 来人有阿宝 苏州范总 于小姐经历苍浪亭的人物 互生记忆深刻 加上范总的司机 林子 陶陶 此外是新朋友 格老师 林红 亭子问小阿嫂 律里 华亭路摆服装摊的小秦 小广东 大家坐定 格老师说 七男六女应该加花做 亭子间小阿嫂说 花了一辈子了 还不够呀 此刻 沪生看看小秦 陶陶说 这位美女是 小秦说 沪先生好 白平还好吧 沪生说 还好 小秦对陶陶说 我叫小秦 以前沪先生常来华亭路 带白平买衣裳 记得国 林子说 大家静一静 我来介绍 这位 是亭子问小阿嫂 我老邻居 以前也算弄堂一枝花 时髦 男朋友多 衣裳每件自家做 格老师说 是的 974年 社会上开始时髦喇叭库 小阿嫂就用劳动部做 到皮鞋摊敲了铜炮钉 一模一样 林子说 之后港市衣裳行俏 小阿嫂照样为老公做上海长裤 邦格老师做上海两用衫 规规矩矩 服服贴贴 小阿嫂说 规矩服贴 是讲我做衣裳呢 还是讲做人 林子说 当然是讲衣裳 小阿嫂不想 林子说 全弄堂的女人 只吃小阿嫂的醋 因为做不过小阿嫂 格老师说 讲得简单点 林子说 这位是格老师 三代做生意 六十年代吃定西 八十年代吃外汇 现在独守洋房 每天看报纸 吃咖啡 世界大事 样样小的 这位是林红 上海美女 我到日本任的小姊妹 以前老公 是日本和尚 林红说 少讲我以前事体 林子说 这是莉莉 我小学同学 爷娘有背景 北京做官 另外是小秦 小广东 两位不是夫妻 不是情人 华亭路服装摊的朋友 小秦笑咪咪 林子说 不要看小秦像菩萨 手条子辣 日本一出新版样 我从东京发到上海 小秦在下发 六天后 摊位上就有卖 呼声说 我买过 小秦笑笑 阿宝说 亭子间小阿嫂 名字特别 小阿嫂笑说 一定想到亭子间嫂嫂了 以前算黄色书 我看过三遍 先生贵姓 阿宝说 我叫阿宝 小阿嫂说 这本书 据说已经重版了 阿宝说 以前是皇叔老祖宗 现在不稀奇了 林子说 林红目前 有啥打算 念七岁的人了 不小了 林红说 我念四岁呀 亭子问小阿嫂说 介绍男朋友 我来想办法 林红说 我不急的 我的表阿姨讲了 可以先等等 先包皮几年再讲 于小姐加了一块沐鱼大考 块头一斗说 啥 林红说 要我先活络几年 见见试面 苏州范总说 见啥试面 林红说 先见试香港男人 台湾男人 日本男人 这就是试面 阿宝说 这位表阿姨 是对外服务公司的 还是 林红悠然说 是一般的外资女职员 让一个日本男人 包皮了两年多了 大家不想 林子说 包皮是正常的 林红条件好 日语好 会念日本经 跟日本和尚 林红说 又翻老账了 林子说 中国日本 和尚是一样的吧 林红说 日本一般是私营庙 可以传代 和尚养了长男 就算寺庙继承人 将来就做大和尚 小秦喝了一声 林红说 我怕生小男 每天要念东阳经 我也是吓得 想想真作孽 我前世一定是 沐鱼敲穿 碰到了这桩婚姻 阿宝看看范总 于小姐说 范总自称闷骚 比较闷 闷声大发财 范总说 我一般是戴耳朵吃酒 闷停闷吃 黄酒一斤半 亭子间小阿嫂说 最闷骚的人 是葛老师 莉莉说 啥意思 小阿嫂说 每次见了这两位 H本上海美女 骨头只有四两重 老房子着火 烧得快 葛老师说 无聊吧 灵红灵力说 葛老师 是至真的老男人 只有中年老女人 是真正闷骚货 骚就是烧 一不小心 烧光缝纫机 烧光两条老弄堂 烧煞人 亭子间小阿嫂不想 葛老师说 越讲越黄了 古代日本国 倒真有个闷骚男 看见帘子里 两位日本妹 这个男人 就唱一首诗道 此地叫染和渡和 必染身 现在我经过染成色情人 帘子里的日本妹 马上回了一首 虽然叫染和染一 不染心浓心 已经染物怪染和深 灵子摆摆手说 我一句听不懂 葛老师说 过去四马路书彧姑娘 初来进去 必定是穿文雅苏绣鞋子 现在呢 穿拖鞋也有了 真是丧得了 马桶间里 互相换裤带子的 有了 魔镜子有了 三层楼有了 肉弄堂有了 姊妹双飞 也有了 社会每天扫黄 还是黄镜黄镜 小阿扫不响 范总说 上个月 我跑到广州 确实是黄镜黄镜 客户帮我预定红月 酒店 广州朋友来电话 一听红月就笑 十个广州朋友听见 十个笑 我跟同事下了飞机 到酒店 也笑了 酒店大堂 等于夜总会 夜里九点多 电梯旁边 两排几十个小姐 楼梯旁 立满小姐 雍之俗粉 等于是肉屏风 总台附近 算是娱乐区 当中一个吧台 就是小梯台 三面高脚凳 坐一圈客人 台上有钢管 走内衣袖 女人直接走到酒杯旁边 奇怪 看客只是老太太 老外婆 男小男 中学生 小姐不断上吧台 大腿像树林 我小的吃药了 进电梯 到了楼层走廊 五六个小姐立等 走进房间 门铃 电话 一夜想到早 小姐不断来电话 敲门 这种场面 亭子间扫扫 这本书里 写过吧 差得远了 一般宾馆 也就打来几只电话 叫几声先生 也就不响了 这家酒店 早上两点三点四点钟 五点六点七点钟 照样有小姐来敲门 开一条缝 泥丘一样 就想钻进来 压进来 想是借打电话 或者直接问 老板 先生 要不要换枕头 小秦说 啥意思 林子说 这是客人的黑话 打电话到总台 换枕头 就是要小姐 范总说 第二天一早 我跟同事吃了早饭 林子说 慢 夜里到天亮 太潦草了吧 要慢慢讲 这一夜 不可能太平的 于小姐说 老鼠跌进百米屯 范总说 我哪里有心情 广州朋友的电话 一夜不断打进来 一讲究音效 问我情况好吧 要保重身体 我实在烦 我等于进了四马路 进了堂子 会乐礼 让我短寿 我朋友讲 范总活到这把年纪 已经可以了 妄饿的救舍会 六十就算上寿 四十为中寿 可以满足了 我只能大笑 我的心情 啥人会懂 于小姐说 算了吧 陶陶说 后来呢 范总说 我吃了早饭 决定退房 同事出门去办事 我回房间 走廊里几个小姐挡路 其中一个讲 老总 现在一个人了 可以坐了 我一下 小姐讲 同事出去了 坐一坐好吧 十五分钟 我有化妆品 快的 我讲 化妆品 小姐讲 装糊涂 我还叫安全套 这也太土了 太不文明了 我看看小姐 皮肤好 身材玲珑 讲具酸的 此地小姐 基本是大身价 北地腌制 眼前的小姐 倒是南朝金粉 我讲 听口音 小姐是江南一带的人 小姐讲 我上海人呀 我问 上海啥地方 小姐讲 上海昆山 我讲 昆山是江苏呀 小姐笑笑讲 老总呀 这是一条走廊 为啥就要开地理课 快一点 拖我到床上开课嘛 去呀 我不想 小姐讲 上海家定昆山 太仓苏州 东南西北位置 可以写到我肚皮上 我就记得牢 跟学生妹上一课 要认真一点 去呀 当时我讲 阿妹 就要过年了 早点回昆山吧 小姐讲 生意人 真不懂感恩 小老婆特地来照顾 因为老公太辛苦了 做男人 事宜一趟 事宜一趟 范总讲到此地 吃一口酒 陶陶说 后来呢 范总说 后来就不讲了 葛老师说 说书先生卖关子 莉莉说 我要听 范总说 当时我就问小姐 事宜一趟 事宜一趟 啥意思 小姐笑笑不想 人就靠上来 我旁边一让 我讲 是我马上要枪毙了 我晚期癌症了 小姐发达说 哎呀呀老公 小老婆是吹枕头风 换一点迷魂汤 为啥当真呢 于小姐说 这种做皮肉生意的坏女人 应该立刻关进妇女教养所 阿宝说 过年之前 赵丽会扫黄 陶陶说 现在的老婆 缺一个项目 基本不懂打工 小姐最领事面 也就更加打 更加软 年上来就软绵绵体贴 生意就好做 范总说 还好 我几个广州朋友到了 后面 也是跟了一串 带胸罩的大闸蟹 花花绿绿 好不容易关了门 我朋友讲 这段时间 此地价格公道 我讲 未未 是不是以为 我已经做过了 朋友笑笑不想 我讲 为啥不相信我 朋友说 哈哈哈哈 我讲 总要相信我吧 朋友讲 大家懂得 管得松 价电公道 服务就到位 管得紧 也就偷鸡摸狗 先人跳 放白鸽 敲诈绑票 样样全来 因此 做也就做了 无所谓的 当时我听了胸闷 差不多要发心脏病了 朋友讲 假客气 想做就做 此地 一般是不寻情人了 太麻烦 过节 要写贺卡 要吃饭 买礼物 过生日 看星星 点蜡烛 过了情人节 三八节 七七节之后 中秋节 国庆节 感恩节亦过 圣诞 过了元旦 再是情人节 烦 范总讲到此地 大家不想 葛老师叹息说 这位昆山小妹妹 根本不懂历史根本 哀 万恶赢为首 护生说 老先生 最喜欢背这句 葛老师说 现在事实证明 美色当前 范总是经得起考验的 居心轻正 不贪欲试 必有好报 范总说 是呀是呀 葛老师说 看金瓶梅 不学其淫 当然 男人一见也容 名利心就变淡 这是好的 但是古代某种文人 不是专评银书 就是写银撰银 鼓励女人思春 结果呢 不是腰掌而亡 就是嚼舌自杀 犯得着吧 做人 要堂堂正正 不可以逆情闯枕 探花折柳 切欲偷香 女人也一样 不可以贪色 思想上面 首先要借银 否则 自取其秧 得不到好报 自短寿命 于小姐冷笑说 范总的朋友 原来全部是不三不四的男人 太瞎做了 范总说 于小姐哪里懂男人 于小姐说 乌七八糟的宾馆 野鸡 政府要加大力度 全部消灭光 护生说 不错 苏联新政府 妓女消灭最多 成群结队勾打革命红军 列宁写过一封信 建议全部枪决 结果中文版里 妓女翻译成卖身投靠者 葛老师说 中国人最懂春秋笔法 文字功夫一流 罗宋人呢 做事体最腊手腊脚 最无所谓 苏联红军多数有眉毒 为啥 妓女做了随军护士 920年 苏联妇女集中营 大部分也关这批苏联妹妹 亭子间小阿嫂说 葛老师最近信耶稣叫了 开口就是姐姐妹妹 肉麻吧 妓女就叫妓女 葛老师说 古代人提倡优秀 就是昌幽两字 树蕊弄香 雅吉 后来俗吉 英文里叫火腿店 上海人讲咸水妹 咸肉庄 男人走进去 叫斩咸肉 接待外围人 叫啃杨长 罗宋咸肉 高黎咸肉 矮子咸肉 提兰桥 有东阳堂子 小的吧 只有我 跟新中国的政府教法一样 这是教育吗 太平天国女兵 互相也称姐妹 所以一直称呼姐姐妹妹 后来国家拍一部 教育妓女的电影 姐姐妹妹站起来 当时采取行动 捉了多少姐姐妹妹 包皮阔外国姐姐妹妹 朝朝翻 关到通州路 龙华教养所 有的女人 抱了白皮小男 黑皮小男 大哭小叫 要上吊 要寻死 教育结束后 思想就通了 心甘情愿 坐三轮车夫的老婆 有一批 报名去了边疆 因为军人缺老婆 太平三十年 少会松动 风调雨顺了 新妹妹小妹妹 乐儿思吟 又冒出来了 压得越紧 蒙博有力道 讲起来 天下确实有一种女人家 欢喜这口饭 名子说 是的 天生喜欢 无啥办法 葛老师压低声音说 只有当时的日本小妹妹 最了不起 亭子问小阿嫂说 啊 葛老师说 因为责任太重 二战结束 市面上来了一批日本小妹妹 农庄艳果 到上海做皮肉生意 怀孕了 乘轮船回日本 再来一批 有喜了 乘轮船回去 来一批 有了 就回去 再来一批 陶陶说 一共来了几批 葛老师压低声音说 大概十几批不止 为啥呢 是来戒种 日本男人打仗 基本死光了 已经到了关键阶段 根本寻不着男人传种的关头 莉莉一货说 真有这种事体 讲起来严重了 难道现在日本人 全部是中国中了 上海人了 葛老师尴尬说 这是听说嘛 民间故事 民间传说可以吧 日文里有杂荤 混血的讲法 明志年是人种改良 亭子间小阿嫂说 停停停 好了好了 每一次吃饭 讲来讲去 不是讲听不懂的事情 就是讲恶音尸体 灵红说 恶音恶壮 样样龌龊尸体 垃圾尸体 不弄到日本人头上 就不适宜 大家吃酒吃菜 莉莉说 每次见到大家 见到灵子姐姐 灵红姐姐 我开眼界 灵子说 莉莉见过大市面 太可气了 莉莉说 刚刚讲到包皮养 我就一直想 觉得有道理 一个小弄堂里小姑娘 有啥优质的男女教育呢 但是跟了一个高级领导干部 优质日本男人 香港好绅士 体验男女生活 过几年 眼光 谈吐 品味 气质 习惯 等于几年里 免费硕博联读 免费培训直升班 人完全就两样了 灵红说 嫁人不对 不如不嫁 莉莉说 弄不好 失到了大梅 我同学嫁了一个男人 婚前无啥 婚后呢 老公对上海的反感 全部转移到老婆头上了 可怜呀 看见老婆吃一碗菜泡饭 吃一口白米饭 老公就翻面孔 老公是重脉出身 天天要吃手擀面 认定天下白摸摸 最是养人 要死了吧 上海新娘子 天天去发面粉 等于开了大饼店 噼里啪啦 每月要做大饼 老公买来大小两根擀面杖 一块木板 一见老婆桃米烧饭 就要哭 要吵 要辩论 讲起来 受过最高等教育 小秦说 这也不一定 我是农村人 我就根本不喜欢农村 我只想上海 回去过年 是看我爷娘的面子 现在一台子人 热闹 我回乡过年 弟兄姐妹 也是一台子 吃吃讲讲 但是房子外面 山连山 上海房子外面 仍旧是房子 林子说 小秦讲这几句 有意思吧 小秦说 去年回去 我同乡的同乡 托我带六双皮鞋 满满一缕行带 林子姐姐讲 我是发吃了 地摊货的皮鞋 15块一双 六双鞋子 总共90块 一股化学味道 又臭又重 姐姐讲 就算背到邮局礼记 也不止这点钞票 但我心里晓得 只能带回去 这是乡下规矩 要我回绝 我开不出口 林子说 小秦的脑子 已经进水了 100块不到 一大包皮 压长途汽车 而且这个同乡小保姆 小秦完全不认的 是隔壁村庄老乡介绍的 小秦说 姐姐 乡下就这样呀 一桩尸体做不好 传一辈子 陶陶说 结果呢 小秦说 要人传句好 我一世苦到老 我当然带回去了 陶陶说 小秦真好 小秦说 乡下就是这副样子呀 既看不见人长大 人看不见山高大 我父母 一年一年建老 门口两棵树 一年年粗 今年 两棵树加了新木料 做了父母两副受财 林子说 小秦做啥 小秦说 不好意思 弄得大家扫兴了 不讲了 陶陶拿了纸巾 小秦接过说 我本想讲讲开心事题 让大家笑笑 傻小的一开口就不对了 陶陶讲 讲得有感情 请继续 小秦说 去年大年夜 乡下一台子人刚刚吃饭 外面有人敲门 我爸出去一张 不见人影 回来坐定 外面有人笑一声 北风大 有人咳嗽 我跟爸爸出去看 雪地白茫茫一片 见不到人 家家户户关门过年 狗也不叫 我吓了 跟爸爸回来 一台子兄弟姐妹吃菜吃酒 我吃不尽 听外面还有啥声响 爸爸吃了一杯 跟我娘小生讲 肯定是小叔来捣乱了 小秦 先帮小叔摆一副网筷 我娘讲 算了 几年不摆了 小叔一定去县城了 不会再来了 我爸讲 就靠冬至烧一点纸 有啥用呢 过年大家一回来 坐满一台子 有人就冷清了 难免会眼红 爸爸讲到一半 大门哗啦啦一阵乱响 灵红说 吓人 小秦说 我一开门 一只寿带鸟飞进来 乡下叫炼鹊 我爸对这只鸟讲 大年三十 有啥可以闹呢 有啥不开心呢 这只鸟不响 大家也不响 我心里晓得 这只炼鹊 就是我小叔 绿绿说 哪里有这种吓杀人的鸟 小秦说 乡下就这副样子 反正只要大年三十 常有这种尸体 有动物冒出来 听到怪声 咳嗽 结果撞进来一只鸟唇 一只毛兔子 一只恶 这次是炼鹊 春天飞到坟墩上 死叫活叫的怪鸟 此刻大家不想 小饭店外面是静闲路 灯光昏暗 小秦说 九六 年大饥荒 我小叔到阴间报道 做了讨饭恶煞鬼 当时葬得太薄 因此容易逃出来 每到过年 大家到齐吃饭 吃得好 讲得好一点 汤汤水水多一点 热闹一点 小叔就不平衡了 闹一点是体 大家不想 小秦说 这个大年夜 大家怕小叔惊吓 炮仗就不放了 大年初一 我开了门 小叔就飞走了 到了正月十五 天下的宴席 全部散了 房子里 只剩我父母 全部走了 名子说 如果全家迁来上海 小叔飞得到上海吧 小秦说 这不可能了 说不定 变成一部土方车 撞到街面房子里 倒是可能的 满座笑翻 小秦说 我这是瞎讲了 我小叔 如果是一般的要子 一只起 上海密密麻麻的马路 房子 也是飞不到安亭 走不过黄渡 肯定迷路了 桃桃说 最后关进铁笼子 送到西郊公园 大家不想 小秦说 我以前一直认为 人等于是一棵树 以后小的 其实 人只是一张树叶子 到了秋天 就落下来了 一般就寻不到了 每一次我心里不开心 想一想乡下过年 想想上海朋友的聚会 就开心一点 因为眼睛一煞 大家总要散的 树叶 总要落下来 林子说 这有啥呢 散了再聚 聚了再散吗 葛老师说 小秦看上去笑眯眯 心里是悲的 听老师一句 做人要麻木 懂吧 像我一样 看看报纸 吃吃咖啡 林子说 好了好了 葛老师已经老得阴堵堵了 要大家也一样 最好集体蹲养老院 大家不想 亭子间小阿嫂说 开这家饭店 葛老师一点不老 帮了不少忙的 林子白了小阿嫂一眼 端起杯子说 是呀是呀 借此机会 我就请请各位 以后常来 这顿夜饭 陶陶与小秦 虽只攀谈几句 但有摆摊的共同话题 比较投缘 等饭局收场 大家朝外面走 互生与小秦 边走边聊 陶陶想跟过去 林子一把拉过陶陶 回到殿堂里来 林子笑笑说 陶陶 想到啥了 陶陶说 啥 林子说 看见身边小秦 想到啥呢 陶陶说 我想不出 林子说 想到方妹了 对吧 陶陶说 为啥 林子惊讶说 有良心吧 已经忘记了 陶陶不想 林子说 陶陶认的方妹 是我请的课 忘记了 陶陶说 这我晓得 林子说 当时的方妹 坐陶陶右手边 方妹摆她卖毛巾 这一夜跟陶陶讲的热络 一男一女 因为摆摊 热络投机 陶陶三花四花 花来花去 谈来谈去 两只摊位 摆到一道 最后 秀花枕头并排 做了夫妻 陶陶不想 林子说 现在陶陶右手边 做一个小琴 我是明眼人 开通人 但要当心了 不可以七花八花 弄我的小姊妹 弄得不好 要出大事体的 小的吧 陶陶说 我小的 放心好了 陶陶告辞 走出了殿堂 夜东京外面 苏州范总开了车门 送于小姐回去 小阿嫂陪格老师慢慢走 大家四散 小琴立于梧桐树旁边 低环宁木 一动不动 见陶陶出来 走前了几步 陶陶对小琴笑笑 两个人不想 小琴说 陶陶有空 到华亭路来看我 陶陶说 好呀 小琴说 我走了 陶陶挥挥手 两个人告别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